大家好 愚人节 开开玩笑其实无伤大雅 不过有一间线上学习的业者 匡称有六七位员工 在身上刺青了公司的QR Code 而且获得终身聘用 这个玩笑开过头 引发学者炮轰 陶瓷钻石机身 还有防毒功能 机皇S6好抢手 三星4月1号 趁趁追击 居然要卖智慧菜刀 Galaxy Blade Edge 4D超曲面记忆体 兼具强大通讯功能 切丁速度比传统菜刀 快上一大截 原来只是愚人节 薄君一笑 让人植物不可能的 还有HTC要推智慧 灰色透析布料 内建喇叭和相机 利用NFC技术 靠近手机自动开机 椭圆形萤幕 修出资讯播放高品质音乐 但一切都是愚人节的 CUSO影片 对手华硕也在穿戴装置 搞CUSO 智慧皮带Zenbo 随时监控健康状态 还提醒使用者 该上厕所了 不过也只是愚人节快乐啦 只是玩笑开过头 小心引发反弹 我们这些都是刺上去的啊 我们在场的每一位 都是刺在不同的部位 线上学习业者放消息 宣称员工将公司QR Code 刺在身上 就能获得终身雇佣 没想到 今天是愚人节 不是说有六到八 我已经有刺上去吗 对对对对对 那我刚刚在一开始 也祝大家愚人节快乐 所以现在是不是在整我们就对了 一切都是Gay 这天玩笑开很大 隔天选择身影 不只引起媒体不满 也被传播学者轰得满头包 你让人家期望太高 结果让人家失望又非常非常的大 就会产生对这个企业品牌 影响的一个负面的一种恶感 只能说愚人节玩笑怎么开 学问真不小 哪里的尺寸才能达到目的 又不会招来负面效果 中文采用新闻 江宋黄富翔台报导